一说起魏忠贤这个名字 大家本能的就把他和奸臣这个词联系到一起 尤其是他是个宦官的身份 更把这个词给坐实了 那么我小时候就在课本当中学到一篇文章 叫做连生三集 他就是讽刺这个九千岁魏忠贤不学无术 任人为亲的这样一个故事 反观这一边就是东林党人 他总体来说是个非常正派的 毕竟是读书人 尤其是风生与生读书生生生入耳 家世国世天下世世世关心 这是东林党的领袖顾献成写的这么一幅对联 他给人一种大则奸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情怀 但是随着后来史料看的越来越多 就发现魏忠贤依然是那个魏忠贤还是那个奸臣 但是东林党的形象可远远不是那么美好 按理说魏忠贤和东林党这两派就不该发生什么交集 为什么这么讲呢 你想想魏忠贤何许人也 22岁之前就是一个江湖生的小混混 在京城里吃喝嫖赌 武毒俱贤 在中下层打拼的这么一个小人物 而且他因为欠了一屁股赌债 还不上了怎么办呢 把妻子和女儿都给卖了 然后实在又还不上债了 怎么办呢 一看宫里的太监出来 前无后庸挺有钱 自恋葵花宝典 引刀成一块 进宫当了太监 而当太监这个过程当中 又是默默无闻 整整30年 没有什么出头之日 周围的人评价的就是一个憨傻 谁有什么事了 拿他开个玩笑了 逗逗他呀 打他一下 挺好挺好 就这么一个主 而东林党这边都是何许人也 他们是江南那些 特别富豪家的孩子 然后在东林学院读书 慢慢的形成这么一个学派 叫东林党 初期呢 也没有掌权 并没有进入权力的中心 所以两者之间 根本没有交集的可能性 他们最终什么时候碰撞的一起呢 是因为晚明时期 政坛上一个重大的案件 就是红丸案 其实啊 说起红丸案这件事啊 并不复杂 挺简单的 万历皇帝驾崩了 这个地位呀 肯定要传给他的皇太子 朱长洛 坚决支持朱长洛这批人当中呢 有一部分大臣呢 就是东林党人 他们在外部呢 形成一股势力 同时啊 在皇宫内部 也有自己的内应 这个人呢 就是朱长洛的半读 也就是死里见的 丙比太监 王安 哎 两者之间呢 因为都用立竹长落 所以两边呢 都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在他们看来 只要把皇帝握在自己手里 那么将来一切都有可能 幸福的日子 就会永远下去 但是历史啊 偏偏不像人们想的那样 不给你说公主和王子 一结合以后 就幸福的生活下去 那是童话 历史上真就不是这样 刚刚要大家展开希望的时候啊 朱长洛率先出事了 他登机不到十天 身子骨就不行了 为什么不行呢 哎 这要多说一句啊 先皇留下的一个宠妃 叫郑贵妃 他献给了朱长洛八名美女 本身的目的啊 你看哎 讨好一下皇上 可没想到啊 皇上跟这些八个美女 待了十天之后 身体就日渐虚弱啊 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紧接着呢 就开始找人治病啊 内侍崔温生 马上就说了 哎呦 给皇上吃点药吧 结果吃了药之后啊 皇上不但没有好转 而且越来越严重了 史书上记载啊 企业达到数十次 有人考证说 三十到四十次 这个咱也不知道 是怎么得出来的 但至少啊 常人都经受不了 三四次企业 他这属于 当天晚上下去就没上来 在这种情况下呢 有人就说了 说红楼四成啊 李可卓 这人手里有个红色药丸 号称仙丹的 你吃了以后能延年益寿 能比较不错 这皇上一看 哎呦 现在我都这样了 死马当 活马医吧 然后把人找来了 说拿这个药丸 我吃一颗 你别说啊 吃了这个红丸之后啊 皇上真就浑身熟 他哎 感觉不错 身体也好一些了 大臣们一看 慢慢就撤出去了 然后呢 在睡觉之前啊 皇上又吃了一地 这样的红丸 但吃完之后啊 这一夜睡过去 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大明王朝的新皇帝 继位不到三十天 就一命呜呼 驾崩了 皇上驾崩以后啊 这个方生者一看 怎么办呢 处理后事啊 然后呢 就开始奖励这个崔文生 包括李克卓 还奖励他五十两银子 结果东林党人呢 就率先发弹了 马上提出来啊 说你绝对不能奖励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不但无功 而且有过 崔文生献药 让皇上病情加重 然后李克卓献上一个红丸 最终导致皇帝的驾崩 所以皇上是被人 他们给害死 这背后啊 就是郑贵妃这一派势力 一定要给他们打倒 而且啊 方从哲 我看你也不是好东西 要说东林党人 为什么这么干呢 很简单嘛 他们想拥立皇帝 从中分一杯羹 但是呢 眼看顾名大臣 变成了方从哲 他可是这党啊 在东林党人的眼中啊 比如说你山东的 你是齐党啊 你浙江的 你是这党啊 你湖北的 你是楚党 只有我这一阵 是跟郑苗红的 其他人不管你做什么事 我们坚决反对 哪怕你是对的 我也给你说成黑 何况你要抢我的权力蛋糕 绝对不允许遇地 东林党人当中啊 也有脑子很快的 包括著名的杨莲 刘一卓 这两个人就说了 黄太子哪去了 在这个时候 谁占据了黄太子 谁就占领了权力的高地啊 这个时候啊 他们安插在宫中的内线呢 就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比如说斯里坚的 丙比太监 王安啊 他就告诉这个众人了 这黄太子啊 朱优教啊 在这个李选氏手中 李选氏是何许人言呢 他是正规为这一派 安插到皇帝身边的 这么一个爱妃 所以啊 这个东林党人 马上跟王安说 你把他给我骗出来 这个王安啊 还真是不辱使命 很快呢 就到李选氏那 把黄太子朱优教 给骗出来了 骗出来之后啊 东林党人 马上就拥着他 赶到文化殿 过一声一骗 皇上啊 你要登基啊 这个当时啊 给朱优教也吓坏了 他也没想到 自己这么快能登基当皇上啊 连连拱手啊 不敢当不敢当啊 当时他才十六岁啊 这时候怎么办呢 大家说你马上就要登基 这个皇太子啊 也不知道听谁 这个劝叫两句 说了 那别的别的别着急 我父亲刚去世 你多少有还两天吧 那么这样啊 在六天以后 我再登基 各位看行不行啊 大家想 哎好 就怎么办吧 我们坚决拥立皇太子 东林党人就带头宣誓啊 领着百官 我有拥立之功啊 然后呢 跟太子讲了 你从今天开始啊 你以前不住到这个 李选世身边吗 就不要去了 你要去哪呢 你就要在慈庆宫 你到慈庆宫 意味着你太子的身份 就坐实了 要跟他分开 紧接着呢 他们派人通知李选世这边啊 说你马上给我走人 离开乾庆宫 因为六天以后 皇太子就要登基 成为新皇帝 那是皇上住的地方 不是你住的地方 当时李选世啊 也不同意啊 我凭啥走啊 一边喊 请你离开啊 这边喊 我就不离开啊 双方就僵持到这了 直到登基这天 李选世还不走 东林党人这时候啊 就非常恶毒了 就告诉他 你要不走 你想干什么 你想当武皇之举吗 这句话是非常恶毒的 武皇之举不仅是篡位 而且还指的是乱伦 因为武则天当时 先嫁给了先皇李世民 又嫁给了太子李治嘛 所以东林党人这么一说呀 不仅是在李选世身上泼了脏水 同时呢 给皇上和新皇上又泼了一盆脏水 这个最后通牒一下呀 李选世在宫里待不住了 只好灰溜溜的离开了乾庆宫 东林党人这一招啊 其实挺狠 也挺损 既有对皇太子的用力之功 又打击了郑贵妃和李选世 这一支的外戚的势力 接下来果不其然 顺理成章呢 东林党人就慢慢掌握了朝廷的大权 尤其是掌握了警察之权 什么叫警察呢 对文武百官考核的权力 你的KPI掌握在手里 说你行你就行 说你不行你就给我走人 要是东林党人选择官员 随意性非常大 根本不看你实际的政绩 就看你跟我关系的远近 有些有能力的官员 就是因为不是你东林党这一派吗 然后就备受政治上的打击 慢慢的他们这一派是如日中天的 花开两朵 各表一支啊 咱们再把话头啊 说说魏忠贤这一边 他进攻将近三十多年了 没有什么更大的成就啊 五十多岁了 还是一个悉心思的这样一个太监 管什么呢 管烧煤啊 煤炭的 供应的 有点小油水 但也没有什么大发展 跟其他身边的人相比呢 他发展的是最差的 他能有所发展呢 还依赖他的一个好兄弟 叫魏朝 两个是拜把子的哥们 然后呢 魏朝经常提起他 在王安面前呢 说魏忠贤的好话 慢慢的呢 魏忠贤的职务啊 和生活呀 就有所起色 紧接着呢 魏忠贤打上另外一个高枕 是谁呢 是皇太子 朱油教的儒母 克氏 这个克氏啊 最早是跟魏朝 形成一个对时关系啊 这个魏忠贤呢 对待兄弟呢 真是够意思啊